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TransPacific 还有Trans Global的负责人Founder Philip胡 胡振国 Philip你好 李李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事情 就是人寿保险的销售的制度 到底有几种 并且它的优缺点在哪里 异同之处在哪里 其实人寿保险界跟外面一般的产界 产业界有相同的类似的进化的过程 举个例子来讲 很早以前都是工厂直营 但是过去二三十年 我们看看最大的公司 很多都不再是工厂了 举个例子来讲 Walmart, Home Depot, Costco, Amazon, Alibaba 他们都是distribution 因为过去二三十年 distribution跟manufacturer已经分家了 这样子来做的好处在哪里 因为工厂可以专门做它工厂的事情 而且另外一个 由于资讯越来越发达了 资讯发达了 所以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消息了 没有一家公司的产品 可以代表全部了 当然 举个例子来讲 你今天要买电视的话 你会去哪里买 你会去送你的直销店买呢 还是Amazon, Costco, Best Buy 可以去调 比较 而在人数保险界跟financial界 最大的另外一个长处在哪里 同一家公司的产品 不管你跟省一买是负一个价钱的 你不管哪一家公司 你跟他这一家公司直接买 或跟一般代理商买 其实是一样的 跟代理商买不会贵 不会贵 因为这是法律的规定 所以在这里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是不是能代理多一点公司会更好 当然,有优势 一般来讲在产业就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原来老一点的 就叫Captive Company 它就是等于保险公司自己养部队了 那现在来讲已经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保险公司发觉成本太大了 成本太大了以后 那他觉得这样的话 花的fix cost太高的时候 他觉得划不来了 就像ManLife大都会以后 去年就把他整个销售部队 自己的部队卖给MassMutual 是的 所以呢,讲这么多年的 他自己的销售部队卖掉的话 是不是很伤感的事情 所以Captive Company 所以Captive就是说你工厂直营 就是公司自己讲部队 它的好处当然说 就是说你进去的话 公司有人帮你啦 有秘书啦 有经理在带 但是缺点呢 你只能卖一家公司 那只能卖一家公司呢 而且呢 他的佣金也不是很高 最重要的是客人选择性少了 对,不能够给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选择和服务 然后呢 他因为只带你一家 他没有办法 只能老王卖瓜 只能猛刷他说他的瓜田 是不是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慢慢来讲 很多做了一段时间 要不然的话就可能阵亡了 通常这一般的这一类的agency的话 大概agent的话 大概每100个进去的话 两年后阵亡率是90%到95% 哦 因为你要负炭去做嘛 那你想想看 负炭去做还有这么高的阵亡率 因为他的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 然后只有产品不见得一定都有去竞争性 然后到了很多人以后 那觉得这样子好 那我可不可以带你客人 这站在客人这边 我们就做independent 独立经纪人制度 那这个其实在LA大概20607年就开始比较多了 然后北加州也开始陆陆续续的 最近纽约也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了 现在独立经纪人制度越来越多了 那独立经纪人好处 他可以带你很多家公司 那他的选择比较多 各方面compensation也比较高 因为它不需要 保陵公司不需要付fix cost 是就分层比较高 当然 同样的情形 因为保陵公司把fix的成本改成commission了 和这种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一般很多 保陵公司 你想想看 在美国独立经纪人将近30万个 如果保陵公司不想跟他们所有的打交道怎么办 对 所以保陵公司透过几百个whole seller 批发商 让这些批发商来take care这些独立经纪人 ok 这样子 make sense 对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在客服方面就省得多了 省多了嘛 那我们就是whole seller 这一类的whole seller 我们也是全美亚裔最大的 因为透过我们的话 当然的好处 那我们的角色就是recruit agent 训练 agent 帮他process他的business 还要training他们 这样保陵公司的事情 是不是都可以专心在做产品上 没错没错 那independent最大的好处 就是他的选择性多 他的公司也多 commission高 可是他最大的缺点说 一般的GA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很很常讲一句话 就是if you are independent you are alone 你就单打独斗 然后他们很多training 也不是很到位 所以所以很多是到自己 到自己来做 那很多人他们做的时候 那就说啊 那就我自己以前懂的 或者想心 只卖我自己熟悉的 其他我就不再做了 所以这independent最大的问题就是 if you are independent you are alone 那另外第三类呢 就是现在比较多一点的 传销式的方式了 传销式的方式就是说 他只是好处就是说他可以 很多人part time 就可以进去 他以找member为主 但member跟agent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member是没有license的嘛 那找member干嘛呢 他们其实这一类的比较多的 其实他们叫internal consumption 没找100个member 然后先跟他们讲 可能有三四个成为客人 中间一部分变成agent 然后这个完了再找100个人 等于是在内部行销嘛 那这种好处就是 你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可以part time进去 也有人帮助 可是他缺点是说 可能有的时候同一个case 有八到十个人来分这个钱 有些有五个generation 有些有六个generation 在家中间几层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伸一手 第二个呢 他这一类的还是以recruit为主 所以大概post在网上 各方面都是recruit为主 但training就很差了 反而在产品的培训 各方面的东西 是不是教导就很差了 没时间没精力了 也不想你学太多 学太多以后你就不做了 你就去别加了 因为他们 因为这么多人分 所以刚开始community都很低嘛 人家可能八十九十开始 他可能二十五三十开始 是 加上很多人他怕你学太多嘛 有的时候他甚至讲说 如果你学太多 你就是not coachable 他们反而不太喜欢这样 所以这一类的 他们好处有teamwork 可是呢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一方面 training方面的 实在很糟糕 是比较弱 常常讲 financial 你不是像卖花种品 只能营养品一样 financial界 是不是要多点趋势 当然要多很多的 多很多 所以呢最糟糕的 最危险的时候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这是最大的issue嘛 所以在网上的reputation也不好 常常在上面看看 都不太好 哇 是不是 而且分了那么多 所以大概这一类的公司 症亡率大概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点多 是 那像你们GA 并且你们是华人里面最大的一家GA 那你们如何去无存经 然后又要扩大 然后又要能够照顾他们知识面 还有客服面 我们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把这三个的系统的好处都留下来 不好的去掉 我们希望有capitive的support 所以我们公司有八十几个 快九十个人的员工 加入加上亚洲大概超过九十个员工 来full time的support 跟我们合作的agent 所以我们有最好的support 我们有independent contract 可是我们有更多的training 然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绪 他可以量身打造 他想要怎么build他的business 哇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越做做的蛮好的原因 谢谢Philip 是 所以如果同行想要了解transpacific是如何运行 请直接跟Philip的公司在矽谷的好几家分公司联系 谢谢你Philip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就跟你明年再见了 好明年再见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娱乐漫谈到次全部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